为了协助友邦培育电机的专业人才 圣约翰科技大学 接受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的委托 为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的友邦国家 规划七年直训计划 透过圣约翰科大专业的课程训练 实习及文化交流体验活动 造福友邦国家 为了协助友邦培育电机专业人才 圣约翰科技大学 接受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委托 为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的友邦国家 规划七年直训计划 分别开设英语及法语电机工程实务技术班 由当地国家领选出优秀的工程技术人员 或者是老师训练师 来台湾进行为期十一周的培训 并且透过圣约翰科大专业课程训练实习 以及文化交流体验活动 造福友邦国家 最主要圣约翰科技大学在基电 在电机领域的十座场域 大概是在全国大专校院里面 是最多而且最专业的 所以这次能够拿到这个标案 也是靠我们在师资设备 跟我们这些场域的规划 吻合国际专业的技职训练 第一期英语专班日前举行开训典礼 并且进行五个友邦国家的授旗仪式 而校长表示 深月和科大曾经以太阳光电应用科技 及新的能源工程领域的实力吸引 索罗门群岛 吉里巴斯共和国以及马绍尔群岛等 三个邦交国家列宁参观 而学校电机领域的实作场域也符合国际职业训练所需 因此也获得国和会的青睐 学校针对这种国际交流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不管是法语班还是像英语班 其实在文化上的交流是非常重要 那我们可以藉由这个班来进行我们的学校 在外交上面的一个艰困 让这些邦交国对我们学校 也对我们国家的这种技术 能够更渗透 让我们的邦交共和国 这一次有来自贝里斯瓜地马拉宁加拉瓜 圣路西亚 圣文森等五个邦交国 总共有18人 大多都是友邦职讯中心 或者是相关技术学校的老师 透过学术训练的课程 不但能够向友邦展现我国的专业技术能力 更提升训练学员与就业创业能力 也能够增进师生国际视野 以及双语沟通能力 深化文化交流与友邦的情谊 记者许多人应该去采访报道